学艺员王丽华带着游客来到陷光二村 导览介绍了整座眷村的历史文化知识 跟带着民众来到他的旧家门前 分享自己的童年时光 初三次陷光二村的王丽华 对眷村有着一份独特的情感 与丰富的童年会议 他因而参加了桃源市政府文化局的学艺员培训 希望透过导览也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给大家知道 破除大家对于眷村封闭的印象 拉近眷村与在地之间的距离 我本身是住在县光二村六十八号 所以对于这个眷村的话 对于这个地方其实是非常有感觉 那我从小就生活在这边 这边长大这边读书 所以对于龟山也好 或是对于眷村也好 其实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情感 尤其是对于龟山 因为这个真的是一只 现在也都在这边非常久的时间 所以对这边其实很多的发展 或者是它的变化都很熟悉 那对于以前的一些美好的记忆 都一直在我的脑袋当中 所以我也希望说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些的美好的回忆这样子 学艺员是由桃源市文化局 引自日本的制度 从2016年开始 培训志愿者做在地导览员 除了让当地人能有机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 也让在地人有机会了解家乡的历史记忆 还是研究生的学艺员李源成坦言 尽管自己就生活在龟山 但直到参加了学艺员培训 才第一次真正了解家乡的历史人文故事 因为我本身就是桃源龟山热野的人 只是我之前好像就没有 对这里也没有说特别深入的去了解 那想说那时候就参加这个课程 我就想多认识桃源 其实我家就住附近 那以前其实我也有进来这里玩 进来就是现观二春 就是放学会来这里晃 因为就是一个空地 那其实那时候那这里应该已经没住人 只是说我那时候就大 就是前一两年就发现 原来这里要办 就是要盖一个博物馆这样 那我就其实还蛮 还蛮算惊讶嘛 蛮惊喜的 就原来就在我们家附近 就要办一个博物馆 那就是会想要让我就继续去了解 或是去接触它 看似寻常的生活风景 背后却蕴藏的许多在地记忆故事 需要有人来诉说 而在地人投身学艺员 不仅能更认识家乡故事 也把对家乡的热爱 以及自己生长于私的记忆 回馈到导览解说上 向更多人分享介绍家乡 让更多人了解在地故事 记者刘雨婷 桃源报导